好了,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勇气去尝试一些 从前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中国菜 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普通的中国食物里品味出美好的感受 事实上,用几道菜肴来概括中国美食 简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只是博大精深的中国美食宝库里的几颗珍珠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此爱上中国菜,爱上中国 当然,要了解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食物 也欢迎大家到中国做客,品尝他们的美食 因为食物是人和人之间交流 最好也是最简单的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